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全没有一点机场事实 连发型都没有弄 这个状态下就要和舞台上精修的图片对比 难免有失偏颇 然后在颜值方面 不只是灿烈我们其他成员也没在怕的 玩人团的称号不是空穴来风 灿烈健身也只是从当年到的 青涩少年变成有男人们的成熟男人 在粉丝眼里未尝不可 活动当天 灿烈立即登上了韩网热搜 都是各种赞美我们小帅哥的话 微博网友看到没有修饰过的活动图片 同样是铺天盖地的夸赞 大呼这样叫做丑的话 那岂不是我连丑的资格都没有 这难道不是仙子吗 对于争议颇多的健身导致如此大的变化等言论 在粉丝看来明明是没有什么变化 如果有那一定是造型师的原因 毕竟他从出道以来就尝试了各种造型 动漫男主造型 可爱妹妹头 以及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造型 SM的造型师有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走在潮流第一线 但有的时候着实让人搞不懂 反正我们小帅哥留言称上也无所谓 啊 顺带说一句 朴灿烈可是被评为最不上相的一人 那真人的好看成什么样呢 鱼